经常有人问我 不同品牌加油站的油品到底有没有区别 全国加油站的油品是否一样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一次真正的油品评测 我加油从来不看品牌 这箱油也不例外 来修理厂找师傅帮忙测一测 看看我这箱油的油品到底行不行 冯师傅您好 您好 油品要是有问题的话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发动机内部会长激碳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激碳到底是怎么回事呗 好的好的 发动机的激碳主要是因为燃料 与串入燃烧室的润滑剂 燃烧不完全时产生的角质 这些角质它会吸取在发动机的气缸 气门以及火台顶上面 但是激碳的形成一方面是极选原因 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油品有直接关系 所以加油的油品好坏很重要 修的品质又是不佳 气球中的杂质和胶质就会越多 在气缸里形成粘重化 直接形成激碳直接影响车辆性能 这个其实咱们主观的感受就能察觉到 如果您的爱车最近有启动困难 怠速不稳 加速不畅 甚至油耗增高的现象 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爱车积碳了 我们就用刚才所加的这项油来测评一下 走 我们刚从油箱里面取出了一瓶样本 其实咱们有几种简单的方法 可以做出最基本的判断 首先就是看它的颜色 如果透明度好 说明这个油品还行 再闻一下它的刺激性强不强 如果不强也是比较好的表现 如果这个颜色偏黄 而且刺激性又很强 那说明这个油品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看这个油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还要进行更深度的测试 那剩下的就交给冯师傅您吧 除了你刚才说的 还有一些方法能帮你判断发动机里 是否因为油品的问题产生了积碳 比如说车辆能启动时是否启动正常 能不能一次启动成功 原机在路时车辆走不走 有没有明显的抖动 还有就是说 当你困难加油门时 车辆加油顺不顺畅 那形式中如果有积碳呢 会有什么现象 看一下几次的反应 是否能达到你买新池时的原始动力 还有就是说 闻一闻尾气是否有刺激鼻的味道 如果说以上都没有的话 那么说你的车没有严重的积碳 那您还有没有更简单粗暴的方式呢 有啊 咱直接看不就完了 你说的很多人加油还必须看品牌 这种现象的确存在 只要是国家在侧的正维品牌加油站 对于油品呢 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一样的 除非是那些平衡对去鸟不拉屎的油站 在城市和周边的油站 没啥不一样的 我干这么多年修车了 没有说遇到过因为去哪个加油站 加出问题来的 你看看那灰镜 那灰镜确实挺干净啊 对啊 所以说加油不看品牌 现在呀国家对于人油的管控相当严格 而且还会定期进行检查 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呀 我给你推荐一款团油APP 团油我知道呀 加油方便又实惠 而且拿出手机就能找到最近的加油站 并且团油会给合作加油站 做实际收测又多了一份保障 你都知道你还担心什么油品啊 大家看到了吧 今天我们对我这项油的油品进行了一次评测 结果一目了然 大家最开始的担心也是瞎担心 只要是正规品牌的加油站 油品都没啥区别 加油不用看品牌 全都有保障 国家检测标准把控了第一道关 还有团油专业检测把控了第二道关 公油渠道也完全是大厂标准 加油加好油通过团油APP选择放心油 而且确实更便宜 刚才说了这么多 也教大家一些自检积碳的方法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广大车主用团油 以后可以放心加上省心油 我们每年都会花几千块钱买车钱 但是很多人在报保险的时候就做错了 保险公司的这五大秘密 你不知道就是在给保险公司白送钱 第一发生交通事故是对方的权责 但是他还不给修车费怎么办 不要急保险公司都有代位追偿服务 咱们先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 要求代位追偿 这样保险公司就会先给你支付修车费 然后再由保险公司向权责方去追偿 第二 报保险的次数越多 第二年的保费就会越高 发生轻微的事故 很多人怕第二年保费上涨 就会选择私了 其实只要维修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 咱们可以只走交强险 不走商业险 这样第二年的保费也不会有啥变化 第三 开车一不小心撞到了人 千万不要速度垫付医疗费 因为垫付后 这个钱很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根据相关条例 发生事故有抢救住院医疗等费用 要由保险公司嫌点付 第四 车子半路抛锚 没油没电了 只要买了商业险 就可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搭电 拖车送油等服务 最后 车险千万不要买车上人员责任险 保额低费用还很高 而且发生事故是对方责任的话 它还不赔偿 而换成一份驾程险 不仅保费便宜 保障还很全面 你学会了吗 我是聪哥 关注我 注意还有一千个汽车知识 很多人买完车以后 都觉得自己的车音响效果特别差 去音响店升级改装的话 又要花好几千块钱 其实 这不是你的车音响效果差 而是你不会调节 今天 我来教大家一招 如何正确的调节汽车音响 首先 打开音响调节 60赫兹加1 80赫兹加6 100赫兹减2 120赫兹减2 500赫兹加4 1000赫兹加3 1500赫兹减2 2000赫兹减2 7500赫兹加4 10000赫兹减2 这样调完以后 高音通透 中音饱满 低音浑厚 人生还原真实 不用再花 别忘了钱了 我是丛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支持 老妹 干得漂亮呀 我看你这车的轮胎 是不想要了呀 丛哥 我在后视镜 我也看不见轮胎呀 哎呦喂 后视镜的隐藏功能 你都不知道 来上车我教你 首先 找到后视镜的调节按钮 把指针对准R 然后挂入倒档 这时候调节后视镜的位置 最后挂入P档 就设置好了 以后啊 只要挂入倒档 后视镜就会自动下翻 前进时速超过15公里每小时 后视镜就会自动回正 哎丛哥 开这么多电车 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啊 你平时多看点我视频 多学点汽车知识 关键时刻用得上 哎 我得赶紧转发给我朋友们 让他们多学学 其实风光580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上市四年销量破了50万台 这样平均至少一个月 要达到1万台以上的销量 风光580推出了 风光580红星版 而我们国人呢 又是成长在 闪想的红星之下的 确实肯定对它有格外的情结 那么这次 红星版带着 全新的五星核心优势而来 我们去一一细处一下 到底都是哪五星吧 五星核心优势第一脚 也就是颜值红星 你买车当然先看外观了 而它这次搭配了 矩阵式的中网 而且中网上有 自己标明身份的小红星 搭配着双色车身 还有分体式大灯 确实让这台车的 一颜值上 没有毛病 五星优势第二脚 空间红星 这台车拥有 2780毫米的超长轴距 5、6、7座自由选择 满足家庭用车的 不同需求 而且还可以自由分配调整 这样的空间配置下 你还不心动吗 五星优势第三脚 驾驭红星 1.5T GDI 缸内直喷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了132千万 搭配着CVT变速箱 这套动力组合可以说 黄金组合了 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 保证你的油耗不会太高 五星优势第四脚 智能红星 你看它用了15.6英寸 加12.3英寸的双打平设计 而且这个车机还搭载了 全新一代MiPhone Go 智能语音系统 识别率非常的高 五星优势第五脚 智宝红星 有些车主也会担心 如果我的车出现了事故怎么办 没关系 不用担心 风光580红星版 为大家提供了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智宝 而且智宝范围非常的广 从整车到发动机 现在呢 风光580红星版 已经正式上市了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五星优势以外 它还有更加好的一点 就是价格非常亲民 像它的自动旗舰版 也就是顶配 其实要售价11万5千9 而我现在身边这台红色 我觉得更好看的这一台 叫自动尊贵型 只要10万5千9 就像他们广告词上面 写的这个 新的热爱 我觉得 它一定会是现在车主心中 更加新的热爱 你说对吗 很多人从家校出来以后 连这个后视镜都不会调 就直接开车上路了 后视镜角度调节不对的话 视野盲区非常大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这个后视镜角度 到底要怎么调节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 左后视镜调节 先在后视镜中找到前门把手 然后把门把手 扯到后视镜的右下角 右后视镜调节也是一样的 先找到前门把手 然后把门把手 扯到后视镜的左下角 这样无论是看后方来车 还是路边台阶 视野盲区都是最小的 此外 看后方来车 可以把后视镜一分为二 右边是安全区 左边是危险区 后车在右半边时 变道和掉头比较安全 后车到了左半边时 说明离你很近了 千万不能变道 我是松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支持 东天开车 挡风玻璃上 非常容易起雾 影响开车视线 很多老司机 都在车上背一块抹布 看不清的时候 就擦一下 这样不但效果不好 但很危险 其实啊 每辆车上 都有一个风挡玻璃 自动储物功能 今天我来教大家 怎么用 车上这个主标 就是风挡储物开关 打开开关 同时打开AC和外循环 把风量和温度 转接到最大 五秒之后 玻璃上的雾气 最近有很多老铁火反应 说在踩刹车踏板的时候 刹车踏板特别硬 根本就踩不下去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咱们去三四店 或者修理厂维修 他会要求我们 更换刹车油 更换刹车总泵 甚至呢 连ABS泵也更换了 发了好几千块钱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大家帮我点点红心 点点关注 我告诉大家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啊 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 真空助力单向罚坏了 咱们只需要去七北城 花十几块钱把它增换掉 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我是聪哥 关注我 我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知识 跑高速 五大技巧能保你平安 第一 出发前设置好导航 不要边开车边设置导航 第二 踩刹车一定要轻 避免急刹 重刹 第三 打方向盘一定要轻 车速过快时 不要猛打方向 第四 不要和其他车辆 长时间并排行驶 要么你超过它 要么让它超过你 第五 看到大货车 一定要远离 如果觉得此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双击屏幕保存一下 关注我 到我主要还可以学习更多 汽车知识